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纪录本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 那就是我选了四支股票呢 每年的回报是可以赚到10%左右的 因为我发现到其实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有在那边的 并不是每个投资者都希望从股市中暴赚 可是有大部分的投资者就是看不惯定存那3-4%的回报 也看不上EPF6%的回报 希望付出一点点的努力来找到一些每年能够赚10%的股票 so这样子一个情况下呢 在马股1000多家的股票里面 我筛选了四支让大家参考参考 ok,so如果我们要选择10%回报的股票啦 有几个思路是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第一,你在选择这个情况下呢 你的追求很明显就是希望它高过定存跟EPF的回报 ok,但是你又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跟精力在这些股票上面 因为如果我们把太多的时间都放在研究这些10%回报的股票上面啦 我认为不划算 倒不如我们用这个时间来增加我们主业或是副业的收入会更加的好 ok,so理想这两点我们再深入去看一下 10%的回报我认为啦 它的股息回报最好是有5-6% ok,因为如果是你希望10%的回报都来自股息的话啦 我认为马股有超过10%股息率的股票其实不多 不过或多或少哦,他们都是有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到股息率是10%的 所以如果你投资这类型的企业,你很有可能赚了股息,亏了股价 再来资本回报是每年4-5% 当然我们也不可以要求我们的10%回报完全来自于资本回报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代表着你投资的这个股票是没有股息的 这我就认为风险过高了 ok,so以下的分享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纯属我自己的投资想法分享 所以大家请合理观看以下内容啦 ok,第一家要分享给大家的公司是Genting Malaysia 股票代码是4715啦 然后它也是我翻看30大蓝筹股 我认为是最深的闹入在这个玩法里面的一支蓝筹股 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Genting Malaysia的业务啦 你想要深入去了解可以看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所以Genting Malaysia创办于1965年啦 是由已故的当事理林悟同 为了在马来西亚建立比较凉爽的一个度假胜地 而成立的一家企业 所以目前Genting Malaysia发展这么多年 它除了有赌场之外呢 它也扩展到了有酒店、主题乐园 以及度假村的一个综合经营的一个上市企业 so它所覆盖的优惠还包含了 马来西亚、美国、巴哈马、埃及以及英国 so这方面呢 其实马来西亚1000多家的上市公司 很少有公司是可以走到全世界的 so如果你看30大股票里面啦 基本上只有云顶企业能够走向全世界 so我认为啦 其实云顶这间公司是蛮受到我的敬佩的 因为很多人都是由于有一些垄断的一些方式 然后赚了马来西亚的人的钱 所以他们成为30大 而云顶更多是靠了外国的一些资产组合 才一起挤入到30大成分股里面的 ok so云顶的机会简单讲有6个点 第一就是美国赌场的执照获得的机率很高 说这方面很可能是为了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因素 再来在2018年减值的18亿 firstline赌场度假存烂 有机会付出 ok 也就讲这个东西翻案了过后呢 这个赌场又能够继续建 所以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利好 再来就是卖地啦 ok我们其实在今年就有提到 云顶大马要卖掉那个在迈亚密的土地 如果卖掉能够去偿还债务呢 其实云顶就会少掉很多的finance cost 成本压力了 ok 再来是云顶大马 其实现在的股价来到了2009年的水平 所以如果我们回看一下 2009年的云顶大马 跟2023年的云顶大马 我认为整体的资产增加了非常多 所以如果他依靠这些增加了的资产 能够发挥到他应有的盈利水平 我认为现在的股价算是便宜的 第五点就是呢 其实大多数的投行都积累了 跟din Malaysia一个非常不错的目标价 所以我们作为散户 其实很难去了解一间这么大的企业 不过投行能够帮助我们做到很深的研究 既然他能给一个30大蓝筹股 这么好的一个目标价 我认为这间企业就有研究的价值在里面了 第六点就是呢 它是蓝筹股里面少数有折扣的机会啦 因为如果你回看这30间蓝筹股 你会发现到哦 大多数有暴跌过后的公司呢 都会涨回来 所以云领大马现在是属于少数 在低位的一个30大蓝筹股 因此我蛮期待它未来的一个表现的 聊完了它的优势 我来聊一下它的风险 首先就是马来西亚的赌博 所以一直在提升 所以你会发现到云顶目前做了两个东西 第一积极发展外国的赌博业务 第二在马来西亚呢 它就转型做成一个休闲度假村的一个发展方略 所以我正认为啦 你讲好听一点 它是云顶为了应对局势 去做的一个举动 不过另外一方面哦 云顶绝对是比我们更早看到的这个风险 它才有一个这样子的改变 第二就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啦 所以你会发现到哦 现在对立的是一个开明 跟一个不开明的政府嘛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天啦 这个政局非常的混乱 我认为云顶呢 其实是会受到蛮大的伤害的 毕竟它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赌博企业嘛 所以你讲它不受到一些影响 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第三点就是帝国赌场啦 它的亏钱情况 我们还要持续的去追踪 因为很明显的云顶大马 就是要把这间公司完全吃下来 可是这间公司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盈利的 因此投资者要非常注意 第四就是业务的复苏 进度非常的缓慢 如果你有去注意看 大多数的疫情受伤害的股票啦 其实在这两三年 已经慢慢的回来了 可是云顶到现在呢 还是属于在低位 OK 如果它已经不能完全复苏 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风险 它很有可能会慢慢的 跌入30大蓝筹股 第五点就是 公司整体业务的盈利率变化啦 你会发现到哦 其实云顶大马 还是很依靠马来西亚业务 所贡献的一个营业额以及盈利 不过现在马来西亚的赌博率一直提升 然后云顶大马又要转型 去做休闲娱乐度假存 我相信休闲娱乐度假存的profit margin呢 绝对没有做赌博业来得多 所以这方面是投资者需要去衡量的一点 很有可能 云顶大马很难维持过去那么高的盈利率的 第六点就是 马来西亚综合度假存的可行性 因为这个综合度假存 其实我认为也是近几年才产生的一个新产物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它完整 能否为云顶集团带来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 或是盈利上的支持呢 我们还要看多很多个季度的财报 我们才可以理解到这个度假存究竟能帮云顶赚到多少钱 因此在这个不确定因素之下呢 我认为这也是云顶大马一个蛮重大的风险啦 毕竟这个投入也是蛮大的 如果不能赚钱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OK so 我们就来简单算一下云顶大马5年的回报啦 OK 如果你以现在的价格去入场云顶大马呢 它的价格是$2.51 然后以股息率来计算的话呢 是$5.98个% OK so其实它算是一个股息率蛮高的30大蓝筹股啦 so我就简单做一个目标 如果我们现在用$2.51去做投资 5年后它可以涨到$3.00 其实我们的回报就可以算到一个非常仔细的回报率了 OK so我们来看一下总回报啦 股息率是$5.98个%嘛 so你拿$3.50到$2.51 就是它能够涨到一个%除5年大概是$3.98个% so总回报大概就会接近到$10% 也就是讲啦 如果你买云顶的股票 然后你收它5年 它又能够涨到$3.50 它的股息率又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呢 它就可以达到我们开头所需要的一个目标价 也就是每年赚它一个$10% 赚它一个5年啦 不过负利率方面呢 绝对是有点折扣的 so比较细节的朋友呢 你必须要继续计算那个负利率 究竟要达到多少%啦 我这里就不去帮大家研究到那么深入 简单给大家算了 大概是$10%就行了 再来呢 我的看法是哦 就是蓝筹股的折价啦 我认为是非常适合小产户去追踪的 一方面它的风险一定比较小 毕竟它的市值体量大嘛 再来我看回去很多过往的一些数据啦 其实蓝筹股股价 它折价哦 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面呢 大概率是能够回升的 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滑一滑 现在30大蓝筹股啦 它的股价曾经都有低点 然后过后又涨回到高点 如果你在低点去超的话呢 大多数都会赚到钱 第二 云顶的经营 其实大家也没有发现到 是蛮顺势而为的 所以如果大局好 未来就会好 我认为云顶大马啦 它更像是跟这个世界的经济 有一点绑定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蓝筹股 如果未来3到5年 整体的消费水平很好 大家都有钱的话呢 其实云顶大马 绝对会受到大家的口袋有钱 而赚到更多钱的 OK 第四点就是我认为云顶啦 经过这么多年 4 5年那个时间 可以算是利空出境的 我已经没有想到 还有什么坏消息可以出现啦 所以更多的就是在 等待好消息的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现在投行有点夸张 你它的新闻上面的报道啊 跟一些标题啊 都一直想要去推 云顶大马的股票 所以这方面 我们投资者也要非常的注意啦 至于是利益币 大家就要积极自行判断了 OK 所以我认为好消息如果一样一样的都没有回来啦 就是那些我刚才讲的云顶大马的利好啦 那现在的价格是非常合理的 毕竟现在有一个降大的风险嘛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蛮高的股息率 才能够支撑它的价值 而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 如果未来有好消息进来能够增加的盈利呢 这样我认为它就有可能回到3块钱的水平啦 第二家的企业是YTR REIT啦 股票代码是5109 它也是我在寻找了这么多间的产托 我认为它适合作为REITS的代表 OK 简单来看一下YTR REIT的资产啦 如果你想要更深度的去了解YTR REIT呢 你也可以回看我们之前的影片 这里我就不去多介绍了 简单讲它就是马来西亚唯一一间纯酒店产托 它所有的资产都是酒店资产 OK So YTR REIT的机会是什么呢 OK 第一点疫情的租金减免能够收回来 这是马来西亚所有产托里面 只有它一家能够做到的 因为它的出租啦 比较不一样 它不是哦 顾客上来要租酒店 然后它才赚钱 它在马来西亚跟日本的资产呢 是完全出租给一个operator来经营 So这方面其实我没有理由 因为你疫情我要给你discount的嘛 因为我都是算一个价格的 So其实YTR REIT就有做了一个调整啦 那就是它给这些租户两年50%的租金discount 不过要在未来7年的时候还回来 所以一开始我会很担心 会不会是奖爽 如果没有还回来会怎么样 把在过去的四个季度呢 其实马来西亚跟日本的operator呢 已经把那一年该还的一个amount 还回给YTR REIT了 所以很明显的 未来6年很有可能也会慢慢还回来 因此投资者会看到 在未来的6年里面 它的股息率会来的偏高一点 那就是因为它收回过去两年少收的租金 第二 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啦 其实YTR REIT还是一件较稳定的产托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它在马来西亚跟日本的酒店资产呢 是完全出租给一个operator 所以它的租金是完全确定的 只有在澳洲的资产啦 是它自己经营 所以如果澳洲的流业不好的话呢 会影响到它的业绩 反观如果澳洲的流业很好的话呢 这样YTR的业绩就会更加的好 OK 第三点就是股价折价多啦 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 其实蛮多的股票都被清理了一波 OK 我讲惨破啦 就是来到一个蛮低的点位 不过在这个时间点呢 蛮多不错的惨破已经回到了高位 而YTR REIT 还在一个比较便宜的水平 所以这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来的 当然它有它的风险啦 那就是YTR REIT咯 由于它手上很多债务都是浮动利率 所以如果利率一直提升啊 会影响到公司的派息能力 其实全部惨破都会被影响 不过YTR REIT尤其严重 因为它很多都是浮动利率的 第二点是未来的租金能否收回来 OK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它已经收回一年了 但是未来六年能不能收回来呢 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啦 因为我不能确保它一定会收回来 如果没有收回来 这样它的股息绝对不能来到一个 88,000到18,000的区间 第三点就是增长性严重不足啦 因为在过去几年你会发现到 YTR REIT呢 它并不是第一梯队的惨破 因为它的资产很好 不过增长性很慢 因此投资者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点 它不是一个增长型的惨破来的 so同样的我们来简单计算下 YTR REIT的五年回报计算 OK 所以现在价格是一块零二啦 如果你现在买的话呢 股息率是7.29个percent 所以我很简单 我希望五年后它能够占到一块两毛半 OK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你会算到股息率是7.29 加上4.5%的股价回报呢 它大概每年可以给你到11.79%的回报 因此对我来讲呢 它是蛮符合我们标题的一个 惨破股票来的 尤其是我对于它的五年目标价 并没有放到很高 只是放在一块两毛半的位置 OK 所以我的看法啦 它是一个拥有不错的好资产 不过市值比较小的惨破 OK 当然也没有到很小啦 不过它的知名度来讲的话呢 并没有像Sundestrade 或者是IG REIT那么高 所以很多投资者并不了解它 第二我认为它是Risk投资者 非常适合去进行研究的一个股票 就如我前面所说到的 它的资产非常的不错 加上它非常的小众 因此导致到它的价格上面呢 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OK 当然这也是一个个人的想法了 第三点就是股息率高于同行啦 我讲到同行就是惨破 所以你会发现到哦 很多股息率7%以上的惨破啦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问题 所以大家给它的价格不高嘛 但我认为YTR REIT它的股息率偏高 不过它的问题又偏小 所以这方面也就是 显示了出 它也是一个稳定性蛮强的一间惨破公司啦 OK 但有一个点我需要告诉到大家的是呢 YTR REIT是一间严重缺乏增长性的公司啦 所以我认为哦 这种公司你赚到钱过后 你要学会去离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增长的公司 如果你一直hold它啦 很有可能它就是在一个周期里面 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而你的钱不会越转越多 只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来来去去 10年可能都没有变化 OK 所以这方面是投资者必须要去了解到的 第三间公司呢 是否划7088啦